大家早啊 现在是2021年1月23号 星期六早晨6点29 我们来看一下过去24小时发生了哪些值得一提的新闻 首先第一条来自路透社的统计 至少有4万人聚集在莫斯科市中心 支持被监禁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我们看到俄罗斯是一个可以游行示威的 可以支持反对派领袖的国家 说明俄罗斯距离邪恶的道路 西方邪恶的道路更近一点 中国走在这个正确的道路上 中国是没有什么反对派领袖的 也不可能存在这种什么4万人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庄场 支持这个反对派领袖 连这个任志强被监禁了 基本上都没有人敢发声 发声的人都搞定了 所以我们看到俄罗斯 还有西方国家 他还有西方国家 他还可以发声 他还有信仰 他还有救 所以看到这种情况 感到很欣慰 这个世界上 这个地球上能治 能治 中共的人只有俄国了 美国可能很难治得了中共 美国都被中共玩得 没法招架了 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 一物降一物 好了 英国首相Johnson 他说 有一些证据显示出来 新冠病毒的新病株 变异病株 致命性可能更强 这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现在全球很多国家的 这个感染率 虽然说感染这个 人数虽然没有 再继续暴增上去 但是死亡人数 在刷新 这是个坏消息 它的原话是 一些证据显示出 新冠病毒新毒株 致命性可能更强 2021年还会好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 台湾 中央通讯社 有一篇文章 January 22 昨天的文章 台湾成为 台湾的司法院 修法承认跨国同婚 同性恋婚姻 但是中国籍的伴侣 不适用 台湾已经成为了 亚洲首个 承认同性恋婚姻 合法的国家 但是对大陆人除外 因为台湾人招架不住 大陆的同性恋群体 如果你对大陆人也开放 那台湾亡国 指日可待 关于台湾的话题 聊得比较少 可能朋友们不知道我对台湾的立场 实际上我对台湾的立场是倾向于 不要统一 不要统一 有些人得了统一的统一病 什么都喜欢统一 我是很反对的 我是支持 像美国那样的联邦 联邦 你可以统一在一个中华联邦 或者中华这个民意上 但是不要在行政上 在权力上高度统一 我支持多样化 支持分散 就像香港以前 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括号香港 香港中华人 中国 可以这样称呼他 但是你不要在行政立法 司法上渗透香港 保持香港的独立性 你可以采取联邦制 如果习近平足够有 雄才大略 你甚至可以把 你当时说的新疆 西藏 蒙古 民族自治区 你的自治区呢 你根本就没有自治 你根本就没有让他们自治 你仍然在治他们 你根本就 你的自治区的权力 远远比不上美国的各州的权力 像加州 德州的权力 根本比不上 你根本是 民意上是自治区 你应该采取这种联邦的方式 让他们 让地方保留更大的自主权 就像日本 前段时间授予地方 更大的自主权一样 但是中国的同志者 喜欢揽权 他们享受揽权的过程 他们喜欢权力的滥用 生在男百姓的生活里面乱搞 他们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权力欲望的膨胀 所以在台湾的立场上 我是支持台湾 你可以说 台湾是Republic of China 中华共和国嘛 对不对 中国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 都是共和国嘛 统成为共和国好了 统成为中华共和国好了 共享一个中华的一个旗号 但是呢 高度自治 就是不可以 我不希望 像这个土共讲的 通过他的方式来统一台湾 我不希望 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恋 婚姻合法的国家 关于同性恋的问题 同性恋 婚姻合法 我个人的观念 我个人的观点 随便 爱同性恋 我同性恋 其实这个只要不影响 不影响别人就可以了 自由的概念是free let free 自由 以及让别人自由 只要是 我有我的自由 你有你的自由 那这种自由都可以保证 但是呢 我有我的自由 我不许你自由 那这种人 就应该 把他的自由给 取消掉 他也不许有自由 说话 言论自由也是这样的 所以 言论自由的意思就是 我有言论自由 你也有言论自由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汗问你说话的权利 所以对同性恋 婚姻合法 我希望是 你可以同性恋 你找个羊结婚 随便你 但是呢 你不要影响别人 就可以了 像民主党之前 像新西兰也好 澳洲也好 就严重到 我要戴头巾 我是穆斯林 我戴头巾 我还要求你戴头巾 你有什么权利要求 你戴你的头巾 我可以不戴 就是这样 这就是自由的底线 边界 你有你的自由 我有我的自由 我觉得这个无所谓 再来看一条消息 这个拜登 今天看拜登的推特 好搞笑 他说 我们将要花好几个月时间 在这个几个月时间之内 我们对疫情做不了什么 在未来几个月时间内 我们对疫情做不了什么 美国将会死更多人 将会死60万人 直接就 直接讲我们 我们做不了什么 我们做不了什么 我觉得政客就是这样的 令人恶心 说别人的时候 一套一套的 川普在那时候 那民主党攻击川普在疫情上 无所作为 川普能有什么作为 美国的体制 不像中国的体制 不像中国 什么都可以宣布 暂时状态 为了防控疫情 可以不顾一切 可以 任意践踏人权 可以调动所有的资源 控制你在家里 把你的门发锁起来 中国可以这样 美国能这样吗 美国的体制决定了 行政机关 没有办法像中国那样的 应对 整个西方都是这样子 没办法那样应对 这是他的体制决定的 所以川普 也改变不了什么东西 但是很多人就攻击川普 说川普无为 无能力 现在拜登 拜登当时也是攻击川普 失策 但是现在他自己一讲 未来几个月 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美国会死 60万人 所以政治就是肮脏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 正式欢迎美国回归 欢迎美国回归 美国回归世卫组织的怀抱 好恶心 这等于是职业经理人 在欢迎股东回归 谁回归谁 谁是谁请来的 还有这个谭多赛怎么还在 我看见他我就不爽了 长得又丑是吧 这么丑陋的人总是在这个公众场合晃来晃去的 好的 这就是国序24小时的 主要新闻就是这些 近年这个病毒的问题依然很严重了 也不知道这个病毒什么时候能结束 昨天去San Diego这里有几个华人超市 叫这个9999 Ranch Market 他们中文就翻译成大华超市 Ranch Market 在San Diego的著名的华人大超市 他可以买到很多华人的东西 有一些人 现在基本上在San Diego 在加州这边 公共场合一般都是要求你戴口罩的 不然不允许你进去 还是有人戴了口罩戴了帽子 还戴了一个那个 那个叫什么 防护的那种塑料的那种东西 直接照在脸上 戴个口罩再戴个那个 这个这是新常态吗 未来人们就将一直这样子过吗 好了 以上是过去24小时的新闻 每天看一看新闻 了解了解动态 但是以一种 什么心态呢 以一种适当 适当的浅浅的 关心一下 看一看就行了 看一看就扔掉了 没什么 没什么对自己的生活 基本上起不到什么 很大的一个作用 只是保持一种观看 观看这个世界 发生什么 我之前总是说良情则目而弃 你必须了解这个世界 在发生什么 在发生什么事情 不要他妈的傻逼样的 我总是这个 关于这个南京大屠杀的问题 我总是有时候拿来开玩笑 虽然这种事情 不应该拿来开玩笑 但是我依然拿来开玩笑 我说日军都进城了 日军都进城了 准备屠杀了 这些人啥也不知道 还在那里 闲扯聊天 东家长 李家短 然后日军都杀过来了 这些人也不知道逃跑 也不知道走人 说明这些人根本就 不关心时局的变化 你这个朽木 这个木头都要倒了 你这个树都要倒了 你这个鸟巢 还在这个树上 你从来就不去审视这个树 等日军一个一个收家的时候 这些人依然不跑 还在看 日军来了 收到他家了 还没到我家 所以有时候战争中 平民的这些伤亡 这些死亡的人 他没有那些逃亡的人 要关心时局 我们知道战争中 也很多人流离思索 逃离家园 逃离的人 比留守的人 至少要 至少要更关心局势 至少知道他应该做什么 是吧 所以说 我们每天关心一下 这个时局发展 适当地知道自己 未来的方向该怎么走 好了 Have a nice day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